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爱的考验 有请二位女嘉宾同时登场 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大屏幕上一共有六道问题 咱男女嘉宾选择其中的一道 你最关心的问题去问对方 一 婚后生活费由谁来承担 二 婚后如果出现意见不合 该如何解决 三 介意我退休金少吗 四 我不想大火 会登记吗 五 想带我去哪里旅游 六 生病了能照顾我吗 男嘉宾先选一道问题问女嘉宾 那个 写三吧 三 介意我退休金少吗 一号先回答 不介意 我们二号女嘉宾呢 您介意吗 我也不介意 一号女嘉宾选一道问题问男士 婚后生活费由谁来承担 由我全部承担 我妈一反反复复地问 我们叔叔反反复复地回答 你不用说了 不用说了 我们二号问个问题 我问第二条 第二 生活如果出现了不同意见 该如何解决 哎呀 这好解决 我好好哄哄他就 就把事了 我讲你听谁的 是听你 听你的吧 我好好哄哄你 这话都说出来了 你这男人他哪找去 就听你话 钱都给你花 这是梦中情人的类型啊 我们这有点疑惑了 叔叔 那你心里边到底是终于谁呢 我怎么感觉对着两位都挺好呢 把这朵花送到您的手上 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爱的选择 心动时刻 咱男女嘉宾背对背站好 当我倒数三个数结束的时候 喜欢他勇敢地转过身 给自己也给他一个机会 心动倒计时 三 这五官长得怎么样 还不错 还不错 好看不好看 好看 好看到啥程度 真漂亮 真可爱了 对 仙女下凡也就不过如此吧 对 对 不好意思 二 你留钱干嘛呀 留钱自己 留钱就是以后外语 要是有什么天照兵业的啥 不得打 你是要吃南方 住南方 喝南方的 对 只要是他曾经跟我过到老 我不管是理议的 还是照顾的 都行 儿女不能说 爸呀 你可别那钱都要他骗去了 我们没关 我们可不管你呀 那事咱不管 实在是想计较什么多了少了去 那咱们就反正来一个小技巧 一人管一个月 一人管一个月 对 这一月你管 下一个我管 生活一切是我的 你一分钱不用你管 就你的钱你交给他吗 我的钱到时候再说 一 请选择 我们男嘉宾已经转过身了 他好像看着谁的后背啊 有没有发热 我们一号也转过身了 那我们男嘉宾手中的花 到底是送给几号呢 转身的是你爱的人吗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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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意外 我们男嘉宾全场都不怎么爱说话 说的最多的除了是 我愿意都行 全都管了 再就是 我爱你 我爱你这个词 好多年没顶着 你上一次听到这个词 是什么时候 没顶过 这辈子是第一次听到 我爱你这三个字 对 而且还是在电视台 在爱的选择的舞台上 对 我也爱你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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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的需求 往往在我们看来 可能是感觉都又太过了 因为你看像这样的一种要求 要求对方完全付出的话 我们觉得很不可能 对 但是在咱们男嘉宾的面前 这些都不是事 我完全可以付出 也就是说 对面的这个人 他感兴趣 他想要这样做的时候 一切都不是问题 所以你的需求 正是他要给的 是最好的搭配 真的是 其实他俩超级超级合适 我们男女嘉宾 今天能够牵手 我们真的很开心 那在未来的日子里边 说说除了赶紧把牙箱上 提高点生活质量之外 你得好好的疼我们阿姨 对 这个生活得有牙 才能品出滋味 就跟你这个小日子 你得好好的用心过 才能过得更美 更长久 两人来 手牵手走向爱情之门 来 我终于你感谢你们了 还好我没放弃 是回来的 还要不敢 我离一个学习